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美丽中国乡村行春之旅 今天我们的脚步来到了云南省的秋北县 当我一踏上秋北县的土地的时候 这春天的气息就扑面而来了 有一句话不是这么说吗 一年之际在于春 春天是播种希望的季节 这个时候很多地方的人们都开始忙于耕作了 而秋北的一租老乡啊 我听说他们在春更之前还要进行一场仪式 位于云南省东北部的秋北县 是一个民风淳朴风景秀美的边境小城 这里多民族聚居 少数民族人口占全县总人口的62.5% 初春时节万无复苏 这个时候来到秋北县一定会有春的消息 这不我们的记者陈信就来到了一个遗族村落 我现在所在的这个村子呢 叫做遗落白村 又是遗族老乡的一个聚集村 正好巧了 我正好赶上了当地的这个节日 叫做纪隆节 纪隆节当地老乡又叫做花脸节 你看我身后这些遗族老乡们 他们各个穿着民族的服饰 跳着迎宾舞 手上端着迎宾酒 看来今天啊 我不喝上这碗酒 我是进不了这个村子了 喝完迎宾酒穿过村子 来到村后一片幽静的山林中 村里的纪隆节仪式已经开始了 而当下正是农田春耕的开始 他们希望通过这种传统的仪式活动 来祈求一年的农耕劳作 风调雨顺 原本是一族村民自己的活动 如今也发展成了一个乡村旅游的特色项目 远道而来的游客也会被邀请 共同跳起欢快的闲字舞 大家一起迎接春天的到来 我听这边的歌 我听这边的歌 我听这边的 你看都说啊 这个黑的这抹的叶珠光色的 都是吉祥 你看我今天 这脸上我看不见有点 但估计全是黑的 说明今天这样人真的欢迎我 很吉祥 这个叫抹花脸 也当年一个非常好玩的一个民族的风俗 有些游客人员越多 我不是也应该 原来济龙节又称花脸节 济龙仪式结束后一定要狂欢 就是互相抹黑脸蛋 谁的脸上抹黑越多就越幸运 您瞧这陈姓真是幸运过头了 把隐形验证片都抹黑了 这会儿郑躲在一边用水冲洗呢 济龙节仪式结束 这就代表着一年的春风正式开始了 你看我前方这些一村老乡们 正在山间的田地里热火朝鲜的忙碌着 他们到底在种什么呢 我们一起去看一看 大姐 这种的是什么东西啊 我们种的是雪莲果 雪莲果 这个就是雪莲果吗 它这个是一个雪莲果的一个根是吧 它是雪莲果的种子 种子 就是把它一个一个的斑下去 把它种到地里面 种在地里面 将您这一天大概能种多少 下面这里这么多人 一天可以种一二十米 雪莲果可食用的部分 就是长在地下的根块 既能生食也可以做菜 一座老乡特意用刀子削住一块 味道会怎么样呢 用在嘴里面 没有这儿 尝一下吧 就如果吃的时候把这个皮给削了 这个口感怎么样啊 是甜的 甜的 你尝一下 那我尝一个呗 来 我来尝一个了 看着这个雪莲果 它像是马铃薯的样子 我以为特别的水分很少 但吃在嘴巴里 嚼一下以后 嘴巴里满满都是雪莲果的水和汁 特别的好吃 口感呢就是那种清甜 微香 春波一粒种 秋收万诞粮 时下正是耕种的好时节 老乡们自然会抓紧实际耕作 到今秋收获后 好让游客尝尝雪莲果的美味 因为在秋北县 有一处景色宜人的 普着黑生态田园 每年慕名来观光的游客 络绎不绝 乘着竹排 泛舟在铺者黑的湖面上 给我的最直观的感受 那就是一个词 美 你看我前方 这一座座山峰连绵不断 特别是铺者黑的湖水 它的清澈真的是太清了 你看湖底的水草 都看得清晰可见 哎呀 真的是周形地波上 人在话中有啊 秋北县的普着黑生态园区 是国内非常少见的 喀斯特山水田园风光 整个田园面积 有165平方公里 四周山峰有312座 天然湖泊54个 湖水也都是地下熔岩水 明镜清澈 这里山暖起伏 波光连连 不管是泛舟湖面 还是在山路边慢行 别致的景色 都让人赏兴悦目 心旷神怡 你知道我现在在什么地方吗 你看我身后 还有几座大房子 你听 好像是鸭子的叫声 又像是鹅的叫声 到底是什么东西呢 不可逆百关子了 走 一起看看去 不是在欣赏美景吗 陈信来到这里 又会有什么新发现呢 我从这里看好像是鸭子 我来讨论这边大哥到底是什么 大哥 这个我看像鸭子 它叫什么呀 它叫赤麻鸭 是鸭子是吧 对 养这么多做什么呢 主要是为了服务 咱们到咱们景气来玩的游客 让它住进来看这些 咱们养的鸟 原来 扑着黑田园良好的生态 信了不少野生的水晴气息 为了能让来这里的游客 看到更多飞禽吸水的场景 田园里还专门喂养了赤麻鸭 白天鹅 黑天鹅等飞禽 大哥 我看这个地就是他们的跑道是吗 对 他们每天从鸟棚里出来 就顺着这个跑道 就直飞到府里 到观景台 跟咱们的观众见面 您瞧 真一支支的班头燕 或是白天鹅 排着队冲出跑道 展开翅膀 飞翔了一夜 然后双脚在水面上 一个优美的急刹车 便安稳悠闲地浮在了水上 接下来不慌不忙地收起双翅 就开始尽情享受水中的嬉戏 大哥我看这群天鹅是刚刚放飞以后回来的是吧 对 中午他们也要回来休息 每天在外面一个来小时以后 他们就回来了 这些飞禽每天上午 下午各放飞一次 而饲养大雁 天鹅的人 都是当地的村民 他们用心照料这些小家伙 既为了让游客不需此行 更是为了保护 普着黑良好的生态和谐 这样的画面让人感觉到自然界把它保护得很好 是对人类很有贡献的 人和自然合起来的同步非常高兴 旅游还是要保持这一种原真的东西 不要开发太过多了 远处青山寒带 近处必不荡漾 耳畔鸟畅蛮鸣 身处其中 你会暂时抛却一切烦恼 用心体会春天大自然的生态和谐之美 空气特别清晰 水特别漂亮 还有早上来看那个天鹅 还是第一次看到那个黑和白的 普着黑最吸引的地方是什么呀 人间仙境哪 那天鹅福可漂亮了 飞起来美得很 你从哪来的呀 是 是 觉得这儿美吗 美 哪里美 来哪里美 来哪里美 普着黑的美 四季各有不同 初春 起伏的山丘都披上了绿桩 而水中 小河柴鹿尖尖角 早有蜻蜓立上头 一派生机盎然 盛夏 万亩连夜磨尖皆种 水珠在荷叶上泛着晶莹的光 真是接天连夜无穷碧 映日荷花别样红 深秋 夕阳染红的残河 却并不觉得萧瑟 反倒平添了几分浑厚和质朴 来迎接冬季的遗民 入冬 如果运气好 赶上云南少有的雪花 那普着黑连绵的山峰 便是银庄素果 而无面水气生腾 烟波浩渺 整个景致宛如仙境 可是您知道吗 扑着黑在泥足鱼里的意思 就是盛满鱼虾的湖泊 就是说这里良好的生态 饲养了大量的野生鱼虾等水中生物 大哥 捕上来鱼了吗 正在说往 正在说往是吧 有 这好像这是一个小鱼 这个是什么鱼 这是龙鱼鱼 像扑着黑这么大面积的湖 都是可以打鱼的吗 有些地方是不能打的 这是在我们车尾这边是可以打 但是不能用地鱼 像地鲁 只有一些那个散瓦都可以 因为保护那个鱼苗吧 哦 原来是这样的 对 我刚刚看 就之前你们打鱼的时候 还拿那个竹竿在水面上敲 为什么要敲啊 这个主要是 相互要那个湖里面的鱼 我们一敲就那个鱼到处里来跑吧 就可以扎扎完了 呦呦 又来一敲 啊 这个是我上了 这条鱼好大有啊 你看 这么大 哎 这个是刚刚打的最大鱼头啊 这也有多钟啊 是不是有 估计有三级 拿三级住啊 哇 这么大的料理 看看 当地老乡很注意保护生态 除了严格规范捕鱼方式 每年五月到八月的休渔期 也会停滞捕鱼 在扑着黑谷边 散落着几个泥足村寨 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 是这些村子独有的优势 依托田园美景资源 这几年 这几座村寨都搞起了乡村旅游 我现在来到的这个村子啊 是不是非常有特色啊 它还有一个特别好听的名字 叫做仙人洞村 它就在扑着黑景区的旁边 环境依山傍水 特别的美丽 这里居住的是撒泥人 撒泥人是一族的一个分支 随着来扑着黑旅游的游客越来越多 仙人洞村的乡村旅游也是发展的红红火火 记者陈信走进的这个院子很有民族特色 两层的小楼就建在扑着黑的湖边 田园风光献手眼底 如果告诉您 这里是村民的住宅 您也许不太相信 女主人杨基辛热情地介绍说 这两年把自家的住房翻修了一下 用来接待乡村游的客人 靠乡村旅游 每年都会有不错的收益 大姐像你们这儿过来的游客多吗 也行 像这里的话它是淡季 大七八月份的话 这里像这些房间全都住了 是吗 对 那像这个一年 你们靠这个收入大概有多少 大概就五十多万吧 那这个数还不小呢 还行 热情爽快的杨欣欣 简短地向我们介绍完情况 还要亲自下厨 给游客准备午餐 当地传统美食 酱毒鱼 是它的拿手好菜 鱼就选择扑着黑狐狸野生的草鱼 或者鲤鱼 在沙清洗之后 放入热油中煎炸 等到鱼的两面焦黄 捞出备用 然后放入葱姜蒜 辣椒 花椒 草果等配料一起翻炒 还要再加入一勺秋北当地的辣椒酱 这样才更具特色 最后加入清水 再把刚煎过的鱼放入锅中炖煮 大火烧开 小火慢炖二十分钟就可以了 出锅的时候 再放些青蒜和薄荷叶 一道美味的酱毒鱼就做好了 尝尝这个酱毒鱼 鱼肉摇起来 特别嫩 特别新鲜 不愧是扑着黑狐狸刚打出来的 这个酱毒鱼还有个特点 在于它辣椒 你看看着很红 感觉就很辣吧 吃起来真的确实特别辣 真的是酣畅淋漓 非常的好吃 也别光我自己说好吃啊 我们大伙一块来吃呗 来 在扑着黑狐狸或者村边的水田里 种植了不少的莲藕 很多老乡都会像杨欣欣这样 把莲藕切成片 和本地土鸡在一起烹制 制作方法也不复杂 先把鸡块放入油锅翻炒 稍后添水 再放入莲藕一起炖煮 原本清淡的莲藕 吸走鸡肉的一些油脂 味道会更浓郁 而鸡肉也不显油腻 最后放入些佐料 再炖半小时就可以出锅了 像酱毒鱼或是柴锅莲炖土鸡 这些乡村美食 现在都成了游客 来扑着黑旅游 必点菜品 您瞧 游客们上完初春的美景 围坐在热气腾腾的大湖边 品尝地方美食 也是别有特色 当地的摩鱼豆腐啊 羊腋啊 还有野菜 这些挺好吃的 生菜的 这个味道非常的好 它原汁原味的 而且也是珍重的农家土鸡 吃到非常巴士 我专程从四川那边卤肉过来吃的 味道非常好 它们的淡点 粮藕 还有紫阳衣 这些方面 都很不错的 其实 在仙人洞村 会看到很多 翻盖一新的遗族民居 门前或房梁上 都挂着独特的民族工艺品 好看又有特色 这些是为了吸引更多的外地游客 走在村子里 还会看到一些摄影爱好者 用镜头 把这些美丽的画面 和孩子的笑脸 音音定格下来 从哪里来过来留 重庆 很有名处风味 然后我也是第一次来 感觉挺好 不错 回去也会跟大家 多沟通一下 也会推荐他们来 我们整个村子都在 参与到这个重建和改造大作 整个村子90%都是搞这个旅游的 现在整个村子搞这个乡村旅游以后 整个村子的人机摄入了 是翻几倍 以前买个人的年纪摄入才500多块 600块 现在已经做到了2万多 哎呀 这环境真的是太美了 真想在这多待几天 这次春游秋北啊 让我从视觉 味觉 听觉 甚至嗅觉上 都品尝到了春天的味道 我们看到了春天的美景 听到了蛙声一片 品尝到了印记的美味 还闻到了泥土的芬芳 当然了 更让我感受到了秋北的乡村旅游 蓬勃发展的春天 美丽中国行 生态乡村游 明天我们继续春之旅 您知道以竹子来命名的地区吗 您听过用竹子演奏的交响乐吗 您品尝过地道的农家竹笋艳吗 吃起来比蘑菇更脆一些 更有弹性 跟随春的脚步 寻找春的味道 看这就是我的战果 春之旅 春游大竹 尽情关注 踏上美丽乡村 跟随春的脚步 寻找春的味道 春之旅 一场梳子就早的旅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